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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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彩点舞白花儿笑 焦多穿四风 过上了好日子 多彩的时光 蓝天白云 青山丽水旁 阳光荡荡 美好的祝福 吉祥安康 天地美丽芬芳 幸福的日子 人人都幻常 幸福的日子 处处好景象 幸福的日子比蜜甜 现实的中国夕阳亮 夕阳荡漾 小头睡着了 你帮我看一下 我要出去见一个人 毛永逸吧 她说有特别重要的事 要跟我面谈 这毛永逸还在满世界找她呢 这回她这娄子 风头可不小啊 行 我见了她的面 问问她什么情况 行 去吧 孩子交给你了 放心吧 要 要 要 上车 上车 找我啥事啊 非得面谈 你上车 上车我告诉你 要命的事 快点吧 说吧 雅儿 你能借我二十万块钱吗 二十万 我给我哥签了份假合同 需要赔偿 这二十万都未必能把这个窟窿填上 有点湿点呗 你的窟窿凭什么让我帮你添呢 算你借给我的 我一定还还不行吗 你以前管我借的钱你还过吗 你哪儿来这么大底气再管我借钱 是 我是真没办法了 咱俩这么多年吵吵闹闹闹的 这个世上 在关键的时候能帮我的只有你一个人 天蓝 爸 有离书让我给她翻一份合同 本来呢她不想让我告诉你 可是我想了想 这个事必须得和你说一下 到底是什么事啊 她让我翻一份合同 第一 交过期不对 第二 如果她违约的话 会赔五倍的赔偿金 多少 五倍的赔偿金是多少 大概几十万美元吧 马有离这么晋名的人 她怎么能签这样的合同啊 我觉得有离书应该是被人忽悠了 爸 我觉得你还是问问有离书吧 我知道了 明天我就回东山 来 打住啊 别给我打感情牌 我都对不起你了 我不能再对不起我哥了呀 马有意 你什么逻辑啊 你不想对不起你哥 你就还得再对不起我一遍是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当是你最后再帮我一次行吗 不是 要 要 要 你听我说 要不你借我十万 五万块钱也行 让我去趟海南 跟朋友借点水果 捣手一脉我把钱赚了 赚来之后马上就回来 还你和我哥 你说我是儿子的亲爹 你不能见死不救吧 终于说实话了是吧 你又想逃跑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大大方方地给你哥认个错 你这小图亲爹这事 永远也变不了 如果你不想孩子将来长大了 看不起他爹 你就别做缩头乌龟 马友姨啊 如果当时 你能大大方方地给我认个错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跟你一起面对 十万我没有 我给你五万 到底是想逃跑 还是想留下 你自己好好想想 有点就是 也就是 嗯 的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火 火 我怎么 这一无脚味 这喝了多少酒啊 一 二 三 四 五 你这一晚上喝了五种酒啊 想看笑话 出门又转下楼 都送 昨天啊 马泳逸去找过小雁 她在哪儿呢 我不是求你看见她告诉我一声吗 马泳逸呢 我没有你了解 但是这一次我相信 她会有所改变 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你比我更了解她 那就让她自己告诉你吧 永异 永异 哥 哥你慢点 爸 祖宗 你哥到底做错了什么 哥 你没错 都是我的错 我哪点对不起你 让你这么坑我 我们哥儿俩单独聊会儿 我们哥儿俩单独聊会儿 我就不留你看热闹 你这人怎么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哪 行 以后你有事啊 千万别来找我了啊 省得你说我看你热闹 走吧 王爷 我掏心掏肺地把公司交给你 这么信任你 你是怎么干的 我是让那个小五给骗了 那个阿先生给他的佣金多 就弄了一份假的中文合同 让我签了 我们跟阿先生说的那些条件 他们根本就没往 英文合同里面写 我根本跟你说过 不懂就是不懂 别不懂 装懂 说过 说过 哥 昨天晚上 我去找那个小五了 他可以给我作证 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才把合同签的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我去找董秘书啊 那个先是他签的呀 我们跟他商量商量 这个合同是可以提前作废的 应该没有问题 你说你爷爷老大不想吗 怎么就能这么冒失呢 解除合同 那是要赔钱的 先把合同解决了呗 赔偿 我赔 你赔 你拿什么赔啊 就是不交五倍的罚款 起码定金也是六十万 这么多呀 你呀 爱去哪儿去哪儿 爱干什么干什么 只要别让我看见你 走吧 跪在那儿 干什么 滚 爸 爸 你看这边吧 这儿 这儿 这些全部合适 本来呢 我只发现了马虎一家 得了这个蓝根病 现在包括七叔家 我已经发现了十四块了 你也知道这种病 一到雨季 雨水流过积水的地方 都会被传染 蓝根病 对啊 别那么严重 前两天 我去马虎果业 发现不止他一家 用了这个蛋和假的花费 还有很多假 你说的 这 这十四块地 全是和你永利叔签约的果农吗 目前全部都是 丁老师在不在 不在 他去西山了 说是下午回来 等丁老师回来了 让他不要走了 我要给对五十五果农 一起开个会 好 干啥呢 你这孩子哪有这样吓自己妈的 你这都捣鼓半天了 你干什么呢 不是 我这两天啊 眼皮跳 不知道他出什么腰呢 你怎么这么迷信啊 你不在民宿呆着 你回来干什么呀 我去点东西 把那个酱油放下 妈 我去拿点调料 你至于吗 你要是心疼钱啊 借我账上 不是啊 那里面那个 有另外一个牌子的 你拿那个 假的 说什么呢 你这臭小子 纯消息 九旺叔说喊人去开会 开会 开会 一天到晚开不完的会 都开什么会呢 不知道啊 说是点到明的都得去 来 别一老朋友关心 是不是这个肥用得不大 小伯 你这啥意思 拔树重种 这 这拔树可不是小事啊 这资料上写得很清楚啊 丁老师也在这儿 而且大家也都是 种了这么多年果树的老拔式了 烂肝病有什么害处 我想大家应该都清楚啊 这 可是要把树拔了 那现在树已经挂了果了 树拔了 这一年的收成 可就全没了 就是 拔树也不是你们收拔者能拔的呀 对 也说你全耗 老师兄弟 你今天全摆码了 那 树 树 你冷静一下啊 大家都冷静一下 听我说几句 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我虽然不是果农 但我一直在跟果农打交道 跟果树打交道 我见过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 这次东山村的烂根病 跟十几年前 我在上水村搞实验 果树 大面积变异 枯叶病相比 算不了什么 起初的时候啊 我们只发现有五户人家 经过我们的排查呢 也确认了只有这五户人家 我们向村委会提出 及时纠损 挖树烧枝 阻止枯叶病的蔓延和传播 他们不肯 我们天天做工作 一拖再拖 一直拖到了雨季来了 雨水的传播 导致了半个村子的果树 都染上了枯叶病 事态失控 这一年呢 整个上水村 基本上是颗粒无收 树全都被砍了 只是烧树 就烧了三天三夜 太可惜了 这一年树树没有了 所有的梦想 都被这一把火给烧光了 但那只是十年前的事 人们的思想呢都在进步 我们东山村经历了那么多的大风大浪 总不能连这点长远的目光都没有吧 田园综合体的世间村 不会跟十年前上水村的农民 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了 丁老师 这拔树也不是拔的你的树 你当然不心疼我 这确实 现在拔的这几棵烂根树 你们的损失还可以挽回的 这马上就要到雨季了 上起烂根病的原因 我跟田园正在寻找 我们不排除雨季 对烂根病的传播 大家都是种果树的高手 其说 你现在拔掉的只是十几棵果树 我敢跟你打赌 雨季来了 不会把你家其他的果树 染上烂根病 丁老师啊 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十年 咱们大家的思想就不能进步 我跟你们说 村委会承诺 凡是配合村委会拔树的村民 我们村委会 将会为你们配置新树苗 这个新树苗呢 是丁老师他们的实验培训基地 培育出来的新品种 头一年栽种 第二年就刮棍 感兴趣的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我还是那句话啊 拔不拔树 那是你们个人的事 但是你们影响的 是我们整个东山的发展 要是真实 真的是一年 第二年拔树 是 真实 谁家的树 你们是有效的 我知道大家的顾虑 这样吧 凡是谁家的树 确定 得了烂根病 并且能主动挖树的 我丁维坚 免费为你们提供树绕 并为你家的果树 保驾护树五年 丁老师那可不是轻易做承诺的呀 大家还不赶快谢谢丁老师 对我们东山的付出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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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这个老狐狸 把我找来开会 目的不会单纯的 你就不想啊 让你的新书手 在我们东山落地上 给你发展壮大呀 这好像是我还占了贬义似的 我想的是东山村民的利益 你想的是你的研究成果 咱们不矛盾哪 目标一致啊 有进步 一举两得 赶紧给我走路下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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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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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仕无摩 二百八十颗 你先进进我来 你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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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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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走 好了 下来的 他们觉得 我们都想是大了 王总 跟我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吧 没关系 没关系 以后有机会 咱们还可以再合作 好 那先这样 行 不是让你爱干吗干吗去吗 你还回来干什么 这件事情不解决完 我不能走 现在想负责任了 晚了 就算是我帮不上啥忙 只要公司在 你在 我不走 还有我 马总 我也不走 小马总把上半年的工资 都给我们发了 还给大家多发了一钱 给我发了两千块钱奖金 小马总对我们不错 我要是现在走了 公司这状况也太不够义气了 行 我知道了 谢谢 我谢谢你们 都该干吗干吗去吧 让我清静一会儿 哥 有件事情 我必须当面跟你说清楚 有什么事啊 咱们不是跟东山 签了五十户果农 收购他们的苹果吗 怎么了 我卖给他们的化肥 是在李美仙家买的 刚才叶子在公众号上 发出了消息 说是李美仙家的化肥 是山寨的 现在五十户果农 有十四户查出了烂根病 怎么办呢 哥 我们要见马总 大家听我说 大家听我说 马总不在 马总真的不在 如果在 我肯定让你们进去 好不好 我们下个人 哥 果农来了 你啊 我跟你干什么 你不能出去 该来的躲不掉 出了问题 走得让人去面对啊 这个事情 你让我来承担行吗 从小到大 只要我碰到任何问题 我都是在逃避 今天 我想光明正大的 面对一次 曼云 我没听错吧 哥 你没听错 我这次回来 小雅跟我说了很多 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 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 这一次 我真的知道错了 尤雅 知道错了 就好好改 明白吗 我明白 哥 马总真的不在 如果他今天回来了 我一定通知大家 好不好 我们不信 我们不信 今天大家先回去好不好 我不信 不信 别跟他废话了 咱们出去找他 别跟我说 马总回来 我肯定会告诉大家 马总回家 大家回去 你解开 咱们叫老角 咱们叫 大家不能进去 别上去 别上去 人哪 大家别进去 大家别进去 马总又出来了 大家不要进去 大家就别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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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大家冷静一下 冷静点 听我说 你们听我说好不好 哥 你让我说 你别管 尤雅 你们放心 你这个事吧 我们 你先说 三千万 双千万 你先 冤有偷战有主 让你们用假话 围的是我马永逸 跟我哥还有公司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们的损失 我马永逸来赔偿 你赔 马永逸 谁都正在东山 房屋一间地屋一楼 赔 你拿什么赔 你们给我点时间 我肯定补偿你们的呀 谁信呢 你跟马儿虎 带咱们村的信用 那就是个屁 行 你们要是不相信我 那我就找一个 你们信得过的人 给我做担保 我给你们打签条 还不行吗 给你担保 你问问东山村 还有人该给你担保吗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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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们 我 我你们总信得过吧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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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相信我吗 不信 我们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 冯书记 大家伙的心情啊 我都理解 可是咱们这么多人 把人家公司给围了 这就是咱们的不对 我跟你们说 我冯九旺这辈子 我就认一件事 有礼走遍天下 谁有礼我就向着谁 但是有礼不在人多 这样好不好 如果你们相信我冯九旺 那就由我冯九旺 代表着你们这五叔户果农 来跟永利公司谈办 你们同意不同意 相信 相信 同意吧 咱们 行 我们相信你 行 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 好 既然大家都同意 那咱们现在就各回各家 不要围着人家公司门口 我会第一时间 把谈判结果告诉你 好吗 那大家我都请回吧 好 好 好 那大家先回去吧 去吧 再回去啊 冯九旺 什么意思 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跟我这儿演戏呢 演戏 那我这戏演得也太真了吧 来 我问你 我代表他们和你谈判 你同意不同意 行了 谈吧 那你说说 这事我们得怎么赔啊 五十户果农 全部解除合同 解除合同是要赔钱的 五十户呢 我得赔多少钱啊 所有的损失赔偿 我逢九旺个人 和你共同承担 这个好啊 谢谢啊 吃啥 兄弟 好吃 来 来一块 吃啊 好吃 这么多年啊 我头回看见你吃东西这么香 所以我长得胖 你长得瘦呢 九旺 说心里话 我特别感谢你在哥们儿 为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但我还是觉得这事有点蹊跷 你看你前几天 跑到我公司来跟我说 我们用的肥是假的 结果今天村民就跑到我公司来闹事了 后来你就出现了 再后来你三言两语的 就把人都打不走了 怎么这么巧啊 永烈啊 你这人啊 打小就心事重 容易把事想得太繁琐太复杂 你这回你就不能把我忘好了想了 今天你能给泳衣担这个榜啊 我还真是没想到 你说你有时间说这些废话 你不如好好想想啊 这阿先生的合同你怎么解决 这还有什么好想的啊 泳衣已经让小五去找给他们牵线的 那个董秘书去了 找着人再说吧 永烈 这笔合同 那对你公司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啊 你还准备让泳衣给你办这件事情 泳衣是我弟弟 之前自个儿又做过公司 所以我才让他当了我公司的副总 而且这单生意也是他拉来的 我想着这么小个事 他总不至于干不明白啊 上百万美金的事 那是小事啊 永烈 之前呢 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要跟德国人合作开公司 现在你们进行得怎么样了 这还重要吗 跟德国人开公司 对你重要不重要我不知道 但是对我们东山来说 非常的重要 你要是因为资金的问题 影响了你和德国人的合作 那这笔钱我来给你出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啊 我想在咱东山啊 开一个苹果身价工厂 我已经报上去了 现在万事俱备 缺的就是这个技术和设备 领导对我这个事非常的重视 之前啊 我也去找过这个史乃德先生 就差一步没赶上 既然你现在和这个史乃德先生 还有联系 你也是咱东山的一员啊 不管是谁出面 只要能把这技术和设备给我解决了 这事由谁来牵头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你真不在乎啊 只要能为咱们东山人做事 我就是把我这村主任村书记 全让出去 也没有关系 永烈 阿先生的合同 我来帮你解决 怎么解决 如果咱们不解除这个合同 只是把它变更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变更 合同的以方变更为 东山村 果业合作社 好 这果园里好多树都这样了 你说是不是缺肥啊 你这哪是缺肥了呀 明明是肥上大劲了 肥上多了 最近不知你家出现这种情况 很多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幸亏发现得早 那家不严重的啊 已经控制住了 来 天兰 你要不亲自跟我跑一趟 去我那果园看看 我这到底算是严重还是不严重 我知道 上回是我不对 我答应入你的合作社 我反悔了 你不爱搭理我是不是 可我那地里有东山的苹果王不是 我可真没那么小心眼 你瞎的地什么情况 你比我清楚 冯定来 你就给军同块画 能不能跟我走一趟 走 刘老师 您看一眼这个 这个图比前几天那十四户人家的图还要严重啊 没错 这是马尔虎家的图 全村用了这种肥的五十户人家 有二十户人家压根没用 十几户人家用量少 觉得肥少 没舍得一次用完 反倒把自己家的地给保住了 十四户人家里 最严重的有六户人 但都没有马尔虎家这么严重啊 我问过马尔虎了 他说他这几年没怎么去过狗园 四爷爷忙也没怎么管过 就素衣有的时候扛不下去 帮着给楚楚草浇浇水啥的 他要真是一直不管哪 也许歪大正着了 真的在东山哪 种出来你一直想种的野生苹果 这分个地吧 分得大家越来越糊涂 他这一上心不要紧 把自己家地给毁了 我让他拔树了 可他死都不肯 还要跟永灵叔去拼命 拦都拦不住 这事啊你就别管了 这是他们自己的事 等你爸回来啊 我还得跟他说说有机肥的事 邓老师 到目前为止 我的酵素肥效果还不错 就等着今天结果了 大约今天不会像屈烟那样 可力无受吧 明白利弊 学会取舍 你会在成功的路上 就会进步一大块 你还是把智慧平台搞好 比你上山去种野生苹果靠谱 您也觉得我种野生苹果不靠谱吗 我还是那句话 大环境不改变 只是你那一小块地 改变不了 马虎 你干吗 别忘了立创 跟你说小马总不在了 有万别万了 马永义不在 那我找马永烈 你说找就找 老虎不发威 你倒是病猫呀 孟帅 老虎 我跟你说啊 我好男不跟女斗 你别跟我指巴指巴的 马永烈 马永烈 大老爷们你在里面躲着 你要当苏图乌龟啊你 闭嘴 马永烈 闭嘴 闭嘴 你还是不是个爷们 闭嘴 老虎 你上这儿来撒什么眼 你们把我地烧坏了 你得陪我 这事村里边不是已经下统治了吗 你不知道吗 什么统治啊 明天小马总亲自到东山村 给你们解决问题 冯书记一早就通知了 我们都收到了你没收到 那你这人品也够差的 你少忽悠我啊 你们是想把我骗走 你们俩好溜是吧 我告诉你马永烈 好好说话 只要你爹 还在东山 你要敢骗我 我去找你爹去 就凭你也敢威胁我 你也不沙袍你要罵着自己 你先弄明白了再跟我说话 出去 你也不沙袍 帽子戴好了啊 嗯 冷不冷 嗯 来人了 爸 去吧 我 爸 爸 好了 上车 这儿 我来吧 儿子 这回回家了 高兴吗 高兴 儿子 这回回家了 高兴吗 把这个卡给你吗 你干吗有力的事解决完了 解决完了 走了 回家 接上安全带 小姐 我二虎 我怎么不在咱村的群里了 知道谁建的群吗 马大宝啊 你要不在 那就被踢了呗 马大宝踢我 他吃饱了撑的呀他 不是 这个马大宝 喂 哎 六叔 你又那子没来了啊 你看 还有这个 你看 看看 你看 看这儿 这全是假的 待会儿你把它全给我录下来 嗯 嗯 让你录就录 哪儿那么多话 就记住 录下这些对你爸好 嗯 哪儿录 我去给他打打打打 哎呀 美心啊 嗯 这进什么新东西了吗 哎呀 好多呢 你好好看 慢慢看啊 很多呢 好 听他的口气 他自己的脸和手脸要走 周总让我进这个案子 五 哎嘿嘿嘿 又进这个了啊 六叔 你是 给小楠楠挑零食啊 哎呀 我们老两个啊 就伺候这么一个宝贝 不给他买给卸卖啊 小楠 哎 你幸福了啊 今儿 今天啊您的爷爷 铁工具他掏钱 你使劲地挑啊 要不够了跟仙怡说 仙怡给你进货去啊 我们超市可是海纳百川的超市 什么都有 哈哈哈哈 好一个海纳百川啊 小楠 哎 然后把那个蓝颜色的瓶子 拿两分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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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正好 三十块 嗯 来 我可要小票 小票 嗯 嘿嘿 六叔啊 你还要这个小票 是上哪儿能报销还是咋的呀 我怕你不认账 不会 只要你在我这儿买的东西啊 我没有不认账的 认账就好 好了 常来啊 哎 好嘞 嗯 憋死我了 快去吧 慢点 慢点啊 知道了 你给我那卡 什么意思啊 那是你的钱 肯定要还你了 你和你哥的事解决了吗 解决了 赔偿呗 你赔的 我犯的错误 当然是我赔了 你拿什么赔的 嗯 九万哥给我做的担保 我给村民们打了欠条 这个钱 以后我慢慢挣 慢慢缓 小样 在你眼里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坏人 其实你就原本心眼不坏 就是 做事不动脑子 不考虑后果 容易冲动 是啊 本来这次我想跟你借点钱 出去躲一下 没想到才让你识破 我这个人啊 诚实不足败事有余 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吧 我急功近利地把合同签了 就是想在我哥面前显摆一下 挣了钱之后 在你面前 我想炫耀一下 结果呢 被人给骗了我 我做人有问题啊 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就说明你进步了 就像你那天跟我说的 什么事情 该面对就得面对 机会是自己给的 不是别人 咱们俩好像好久没有这样 心平气和地说过话了 挺好 挺好 但是你记住了 在我心里 你跟小屯 永远是我最爱 最在乎的人 我说的是真的 我完事了 咱们回家吧 上车吧 一口同声呢 走 爸 你拍这些什么意思啊 我说的是你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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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好向往都融进那片醉人的红 苹果生了一片醉人的红 谁不爱红红默默的光景 苹果生了天地空通通 美好向往都融进那片醉人的红 那片醉人的红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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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火 病毒 病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